师父 佛陀曾说 降服百万大军并不伟大 降服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师父也说过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请问师父 降服自己的过程 是不是用内心的感性去降服被五欲六禅 感染的外心的过程呢 师父 这个问题 你讲得这么复杂 人家听不懂 很简单 你要改个毛病容易不了 降服了 降服了 什么叫降服啊 改正就叫降服 改不掉就叫降服不了 嘴巴里说 我要降服啊 我要改变啊 毛病一来 改都改不了 你说这叫降服不了 这种人 就降服不了 废人 这种废人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师父 你可降服降服我了 你们不是都 师父都帮你们降服了你们自己的毛病了 对不对啊 你们现在跟着师父在学佛 你们不是每个人都在改变啊 这不叫降服自己啊 还要怎么降服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们也让开你们过去 鱼肉 鸡啊 什么都吃 现在个个都吃素 多好啊 吃得这么健康 这不叫降服自己啊 过去嘴巴馋的那个样 现在嘴巴都不馋了 偶然就吃点东西 对不对啊 对对 是吧 是吧 我们下期了 谢谢观看